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说明进行灌顶 该项灌顶归纳为超于内密的最高传法 实际上也就是内密的最高顶端传法 分为进行圣婴种子灌和进行加持表法相 这两类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加持表法相是灌顶师为弟子做的进行加持表法所显的现象 本尊只做加持何不接收这位弟子 进行圣婴种子灌 是本尊要通过看该弟子在今后的前程是否坚固永恒 是否大悲为本 是否真正立身行道 还是诈骗行人 经本尊看过此人的过去未来的变故后 才会通过哲诀或者不通过哲诀 接受进行圣婴种子灌顶的人 有不同的圣像显出 有当下的他心通 有腾空飞行 有能进入宏光佛土世界 有能头顶开大洞 能神事出没显像等 而且接受进行圣婴种子灌顶者 必须有一条超过两脏四尺八米长的度量金刚神作为信物 这是进行圣婴种子灌顶必不可缺的 也是灌顶之后接受灌顶之人 要用此度量金刚神为他做下的弟子传法加持的法器 没有这一条度量金刚神 就绝对不是进行圣婴种子灌顶 只是进行加持表法相而已 接受圣婴种子灌顶的人 已经种下了圣种子 继续精进修持 就会成为大圣者 凡受过进行圣婴种子灌顶的人 已经能对他人加持胜利了 但受进行加持表法相的人 则对他人施加不了胜利 接受进行加持的人 同样头顶开大洞表显现象 可是没有他心通 不能腾空飞行 不能当下神事出体 而且没有两脏四尺八米长的度量金刚神 并不能代表已经了身脱使成圣了 此等人虽然能显头顶开动的现象 但是没有对他人的加持力 因为造常是反复 在进取成圣阶段 他显出的现象是他的丧尸 为他做的加持出显的现象 而不是他得到的进行圣婴种子灌的道行 到底某些人接受的是哪一类 世界佛教总部有注册记录 可向总部去电咨询分清类别 如果要当下转凡成圣 唯一只有接受了绝行灌顶的人 才是当下正圣的大成就者 或者接受了本尊法源一品灌顶的人 才能得到顿超植入转凡成圣 只要接受过绝行灌顶的人 就能百分之百做内密灌顶了 也才能做进行灌顶 因为接受过绝行灌顶的人 已经是大圣者 小心注意圣与凡的鉴别 接受绝行灌顶出现的圣像 不一定是圣者 必须具送菩萨仪表的圣量 能隔时建坛 能先知欲言 能站在六米之外的远处 请本尊进入金刚丸 在弟子掌管处的金刚丸会神变 会跳宾姿体操舞给弟子看 坚硬的金刚丸会变大变小 变高变矮 只要具有以上是圣境之一 就是已经正圣的大圣者了 但要特别小心观察 你的丧尸是让你站在六米之外 为你修的金刚丸在你面前显圣呢 还是你的丧尸在接受他的丧尸 更高圣德在加持他显法呢 要分得非常清楚 另外可以通过考金刚阵 或者八峰大阵 鉴别圣者果位 或子取尊者称号挂一枚莲花扣 除此任何神奇表现 都还在反复阶段 还不是圣人 但有的已经进入高僧大德 在历史上能排上高僧大德的位置 都是少之又少的 是不简单的了 特别小心分辨 不要混为一谈 你要清楚你的丧尸 能不能灌内密地 请向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查阅他的注册记录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等门直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22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